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光纤打标机的软件安装 首先找到油盘中给您带的光纤文件 点击驱动,加密锁驱动 选择CNN结尾的中文版,双击 点击下一步,下一步,完成 完成之后呢,找到计算机装,系统属性,设备管理器 设备管理器这里呢,会出现一个感参号 双击,驱动程序,更新驱动程序 找到人一个3D一个电脑 就是人电脑是什么系统 是WIN7 64尾还是XP或者32尾 应该是我这个是32尾,创建,确定 下一步 安装 关闭 正常的情况呢,咱这里啊,是没有感参号的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软件已经安装好了 如果还有其他,就是带这种感参号的 就点那个感参号,右击更新驱动程序 直接点自动搜索就可以 好的,这个软件啊,现在已经安装好了 安装好之后呢,点光纤文件 就个文件 找这个图标 右键 创建快捷方式 然后把它拖到桌面上 这样呢,咱这个软件就安装成功了 双击 这样的话 就是软件安装成功了 好的,谢谢大家 那么无论